万表流行力 天然书接力气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来大家很熟悉的高超师傅 大家好 你佛珠带了吗 顺便说一下 高超是国内一个鉴定大师 他的本行是修表鉴定和制表 最近怎么样 不会太耽误你的业务吧 没事 愿意来 是吧 现在你这边业务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觉得二三年的后半年 然后整个的二手表的行业 或者是新表行业 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有一定程度的萎缩 维修的数量也在减少 整个尤其二手表有些那种掉价的现象 我也听说了 但同时我们掌握的消息 像劳力士还是往高调了价格 另外像欧米加的321表 现在出现了超公价和排队等待的现象 甚至在美国除了排队一年半到两年以外 二级市场的价格已经高出5000美金了 这个我觉得是目前的现实 高超我们给你请教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以前在讲某些表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自动上弦的机芯 如果它的弦上满了之后 如果继续拧弦会发生什么 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现象 只是觉得略微紧一点 听说没听说过 继续拧弦的话 发条盒会转动呢 发条盒是不会转动的 但是它里头有副发条 会把劲儿给卸掉 如果带能显的复杂功能 如果上满弦以后我继续拧 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您如果仔细的看的话 那指针会有点微微的抖动 再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讲表的时候 总是讲的一些复古款的时候 会提到一些术语 比如说这个叫立体欠刻字钉 能不能给我讲讲 你见识这些表里边 这个字钉 尤其是古董表里边 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呢 古董表的一个设计 其实最早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冲压式的表盘 也就是说您说的字钉部分 它是整体冲出来的 跟表盘是一体的 往后大概即70年代后期 从国外开始慢慢的就形成了 您说这种字钉镶嵌的这种技术 在每个字钉上 它有两个盘角 然后跟盘进行一个镶嵌 立体欠刻字钉 它有什么好处或者优势 看起来表盘看起来会更加的力整 刻度会显得渐能渐角 原来冲锁了它都有一定R角 它相对来讲有点弧度 就是说辨识更清晰 更美观更漂亮一些 就是看到了二级市场低迷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想给你求证一下 如果一个人他 比如说他关注了某一款表 很长时间了 那么现在在二级市场低迷的时候 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简陋的机会呢 我觉得具体的情况 就是您尽量别碰一些特别热门的表 因为这个价格是不太稳定的 大多数手表是个简陋的机会 如果你长期关注一款表 尤其是已经停产 或者上市时间比较长的型号 然后一直没有下手 现在可能是个机会了 大家都认为现在很低 那么可能就不能再低了 所以我们不妨就是抓住这个机会 那咱们就是聊聊收藏吧 因为总有人问我们就是收藏这些事 说实话对于收藏的话 我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爱听的一个判断 就是什么呢 我本人我特别的不想谈收藏 我觉得收藏是一件就是很宏大的叙事啊 说白了吧 收藏就是要搞专项收藏 有点像那个机油 如果你想你的野心是收藏劳力士 那么就是实现的可能性特别的小 而且呢在业界呢 已经有收藏劳力士的成功案例了 我当年这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还是时尚时间杂志主编 今天我们就亲自操办了一场呢展览 这个展览呢就是劳力士的专项收藏 这个收藏家呢是一个意大利收藏家 收藏的劳力士全套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天花板呢 到现在还没有人突破 但是至少它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人家这是代表了一个经典的收藏的这个场景 我劳力士我收最全 现在这种情况下 想收藏劳力士可不那么容易了啊 但是呢不妨回到收藏这个概念来 收藏讲究的是专项收藏 就好像邮票一样 集邮一样 单张邮票可能不起作用 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 可是你要集齐的一套 或者是按照某个专题集齐了以后 它的那个价值就一下就几何级增长了 收藏嘛 从量变到质变 最后升华到文化层面的增值 收藏劳力士不容易 收藏百代匪力就更不容易了 但是我觉得呢收藏国表啊 或者是不太热门的一些题材的表 是不是还是有可能的 对守着比较近嘛 你说的是国表了对吧 国表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不同案例呢 关于国表的收藏呢 它其实是一种玩法 就是看你怎么玩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几种玩法 比如说啊 咱们可以守着一个表场来收 一个表场来收呢 我们它实际上现在国表制表的历史呢 已经大部分达到60年左右的一个历史长河 在这段时期呢 我们可以把各个时期的作品呢 进行一个系列的收藏 这个系列收藏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您可以看到一些工艺上的变化 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字丁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包括一些logo上的一些变化 机芯上的一些革芯 所以呢搞这些系列收藏呢 是非常有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咱们拿上海表作为一个例子 最早的A581开始 最早最早是东方红红和平 然后延续到A611 A623 然后呢那个1110 1120 然后1523 一直到后期 它整个您都收藏一块呢 能看到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作品 然后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方法呢 如果说您觉得麻烦 也可以按照您个人的喜好来收藏 怎么收藏呢 咱们这个国产表呢 它有一些是山川河流 以山川河流命名的品牌很多 您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泰山 是山东辽城舍宝厂出的 然后呢紫金山是南京舍宝厂出的 这些山也有 包括咱们说那些花鸟鱼虫 花卉 比如最近比较火那桂花 桂花也有 是广西的 然后呢我们还有琼花 扬州舍宝厂的 宝石花 上海舍宝厂的 您也可以按这种品类进行收藏 这也是个方法 然后呢最后一点呢 您还可以按基辛收藏 就是我推荐您啊 比如说现在基辛的一些变化 包括现在的一些就新还在产的一些 表厂基辛的一些变化 也是很有特点的 这三点呢 就给大家抛砖引玉一下 这是我的一感觉 我还是想问问您的锁珠怎么没带 藏起来了 OK 你说那个在产的那些品牌 他们有什么值得这个关注的地方吗 在产的品牌的话 像关于国表类型的话 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些表的复刻 还有呢 比如为了一些纪念活动生产的一些表 完了还有它基辛上的技术革新 那这个复刻的话呢 对于这个收藏它有意义吗 如果您实在找不到 您就只能买一个复刻的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意义 不然说去啊 我觉得好像你是 如果你想干收藏的话 应该是分分钟的事吧 也不是很容易 收藏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有的时候吧 就跟您买一件拍卖品似的 等于说呢 也得网上多花点费用 然后您预见的时候千万别撒手 有的您需要的情况下 你遇到过这种具体情况吗 遇到过 我今天带这盘子表里就有 哪块是你 北京的一型表 在手办厂的厂置里有写 然后关于这块表呢 总共生产不到3000只 存值量极低 然后市场流通的很少 所以这个表呢 它特别早期相对来讲呢 比较难找 你的收藏的专项是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可能专注的 北表作品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 也有一些关于基辛类型的收藏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是不是在北京收藏厂干过 干过 所以你对它这个厂的文化 可能是有更多的理解吧 因为我就是北京人 手表厂的一些经历啊 也是最清楚了 而且离着也近 相对来讲也方便点 马上问题就来了 把你的收藏扩展的话 你会去收这个其他城市 或者是其他地区的表吗 当然会啊 其他地方 依然有非常好的作品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三大品种 北京上海 还有天津海鸥 我觉得是 有些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您比如说我 我说的这些军表 手表也有些什么描表 都是个特殊供给的 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也算一个种类 若干年前啊 那个老外也喜欢 我就曾经参加过这展览之类的 我还见过澳大利亚人 专门买国产表 就老外都开始玩上咱们的国产表了 那他们 你跟他们了解吗 就是他们收藏那些国产表的原因是什么 动机是什么 首先是咱对于东方国家的这种好奇感 戏法人人会变 巧妙各有不同 咱们这个里头也有一些吸引它的地方 包括一些哪怕一些小的改动 小的设计可能也抓到它的心 咱们还有一些特色的 特色的比如说像一些汉字 或者毛体的一些字 或者一些特殊商标 这都是比较抓人抓他心的 这个商标也很重要 国产表这部分 它的收藏 可能会就是说丰富和发展了 全世界制表工业的 那么一个历史的一个片段 对 手表收藏实际是应该是一个百家齐名 百家齐放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你说的那个外国收藏家 收藏中国手表的话 这个案例我也是经历过 这个人当时我们聊的时候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收藏中国表 他说的这句话我记得很深 他说我收藏的话 我不可能收藏 像百大菲利那样东西 因为我的实力不允许 但是收藏不意味着就是巨额的资金 我可以拿我有限的资金 我能动用的资金进行一些专项收藏 他说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是有信心 能够实现的这么一个梦想 对这其中的乐趣比较多 乐趣比较多 这你也可以当成一个品类收藏 比如说都使用汉字的表盘的表 其实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郑州手榜厂出的黄河 北京盘什么的等等 您都收藏一盘子也是比较特殊的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说 一旦完成了一个专项收藏 我能挣钱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量的积累 如果它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伴随着时光流逝 其实好多手表也在不断的消失 如果您能集的比较齐的话 那肯定有意义的 能变现的 好吧 OK 至于说到底能不能变现 我并不关心 但是我真的能看到了一个专项收藏 给我们带来的 比如说文化上的认知层面的一个收获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动机之一 收藏这个话题总是聊不完的 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你 然后我们下期 请你来给大家专门聊聊国表 好嘞 谢谢你 也谢谢你们